我真的要吐槽了啊 別再說龍年是什麼Dragon Year Dragon是指西方龍 我們中國人叫龍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所有的反賊恨國黨台獨境外勢力 今年都可以龍華富貴 那在這裡也祝小粉紅們 世世代代都是龍的傳人 而今年的粉紅又有新招了 指出龍年的英文不應該是Dragon 而應該是龍 Loon 沒錯我覺得這個O可以再多一點嘛 Loon 對吧 越多就代表中國的龍越長越繁華 畢竟中國所謂五千年文化 應該要五千個O才對 那因為西方的龍啊 是會噴火的 是會攻城掠地的 是噴火龍啊 所以啊不應該把代表吉祥的中國龍 說成是西方的Dragon 對對對對對 乾脆叫Dinosaur好了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真的要吐槽了啊 別再說龍年是什麼Dragon Year 或者什麼Year of the Dragon 我跟你們說Dragon是指西方龍 我們中國人叫龍 西方龍是那一種具有攻擊性的大型動物 長著翅膀和長尾巴可以噴火 我們中國的龍是翔了也是爺眠 所以外國人有馴龍記這樣的動畫片 你說中國人能馴嗎 都說是龍的傳人了 你好歹把龍說對吧 還有我們常駐龍城不是什麼Dragon City 好吧 叫我們The City of龍 對沒錯 像那個中國化石那個什麼什麼龍啊 什麼什麼龍啊恐龍啊 都不能叫Dinosaur 對吧 要叫包龍 什麼藏金龍 說了太有道理了 就連中國的人應該要叫做中國人 簡稱ZGR也不能叫Chinese 絕對不能弄ESE做結尾 要用就要弄ZRG REN不然就弄Chine REN對吧 C H I N R E N 因為中國的人跟其他非中國的人是不一樣的 如同西方的龍跟中國的龍是不一樣的 所以中國出生的人應該要叫做REN 難怪現在那麼多人REN的齁 像其他國家的啊 邪惡西方人邪惡日本人 邪惡台灣人應該要弄people 不然就ESE或是AN做為結尾 像是英文結尾是A的國人啊 通常後面會加一個N 美國人American Canadian Masican 像是非A做為結尾的 像JAPAN嘛 我們就叫他JAPANESE 而中國近年來不是把一些車站的名字 從原本的STATION 改成為JAN ZHAN的發音嗎 結果近期他又改回來了 然後呢改回來之後 現在又在搞這個龍的東西 不知道在搞什麼 有點文化自信好不好 不要用這個羅馬字跟拉丁字母 還有英文字 作為中國的拼音讀寫好嗎 以後跟歐美人講龍龍 他聽不懂 他以為是什麼東西很長 什麼東西要很久 他聽不懂就都比的是 這樣 我也不知道你要怎麼比 因為中國的龍不噴火 所以我不知道你要怎麼去比 這樣 唉 建議你們帶個龍子 把自己關進去 大概西方人就知道你在講什麼了 而像是北京外國語文大學 英文學院的副院長彭平 他就指出 19世紀初 英國教士 Masman 在著作中提到大清的龍 注音的音譯是LONG 但是他解釋的時候是用了Dragon的一詞 那之後英國傳教士 馬里遜他編出史上第一個華音字典 那他將龍翻成Dragon 而這個翻譯延續至今 但是這些小粉紅跟這個教授說 我們要在追溯更以前的那個 19世紀初的第一個英國教士 他說的Long 所以我們要遵從這個Long 而不是Dragon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廢話 人家那個LONG 是在提醒自己 那個字在漢語是怎麼發音的 寫那個註解 然後註解還是寫Dragon 結果你們說 因為老外在19世紀說我們的龍字 英文的拼寫是LONG 他只是方便自己記憶 那個漢語叫做LONG 然後你就以此叫做LONG 你在搞笑是嗎? 好我們就依照這個邏輯走啦 那你是不是還是聽從西方的這個拼音 弄西方人的角度去解釋中國的龍 所以才叫做LONG 你還不是遵從西方古人的中文拼音 所以啊 我可不可以也這樣理解 例如這個電腦叫做Computer 可能我不會發音 我常常忘記它的發音 所以我就要寫注音符號或是羅馬拼音 來幫助我記它的發音 所以我就寫成了D-I-A-N-O 電腦 然後指出啊 我們亞洲的電腦 台灣的電腦跟歐美的電腦不一樣 所以電腦的英文啊 應該比照中文的拼寫叫做電腦 唉 真的是沒事找是莫名其妙耶 正式不做天天搞這些形式主義 搞那些自以為很厲害的研究跟發現 結果寫了一長篇論文跟理由還有註解 結果到頭來啥都不是 假大空啊 這是中共國特色耶 好啦 如果你們喜歡也尊重你們啦 畢竟你們也只能在這種事情上 14億人網路投票啦 對吧 那我們依據片頭那位小粉紅說的這個前提來假設 龍在西方人的印象是壞的 是邪惡的 會噴火齁 天天在摧毀城堡 消滅人類 希望西方的人臣服於龍 對吧 所以呢歐洲人對抗龍 好那中原皇帝自稱是龍的傳人 把龍形容為好的 而在事實上 古代普通的中原人是不能說自己是龍的傳人 你敢說一句啊 你就被S啦 只有當時的聖上才可以說自己是龍的傳人 即便你是皇子 你不是太子位啊 你也不能講自己是龍的傳人 因為你說自己是龍的傳人就代表你要是父了嗎 像是王也他也不能秀龍袍 他只能秀蟒 蟒蟒對吧 這也是現如今 為什麼只有當今聖上可以這麼說的 而依據這樣的邏輯來說啊 為什麼東方的龍不消滅中原人呢 是不是也可以反向理解 因為中原的人啊 臣服於龍 崇拜龍 因為你把他打服了 他就崇拜你牧牆嘛 所以皇上為了要統治這些百姓 所以他只能說自己是龍的傳人 對吧 天選之子 有類似神獸君權的這種意思齁 用來奴役百姓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歐洲人不想臣服於外種生物 而中原人想臣服於外種生物 還利用這種外種生物的形象來打到統治的象徵 但如果依照剛剛的推論可以得出 果然貴是傳統美德 雖然我很不想這麼說 但我們是依據片頭那位小粉紅 他的這個立場跟他的邏輯來進一步討論的對吧 當然啦 龍也好 蛇也罷 Dinosaur也可以齁 他都只是一個過去的代表象徵而已 現在我們要怎麼定義 活現在活著的人是我們 只要大家過節是開心的 怎麼樣都可以嘛 當然啦 今年中國央視春晚出現了大型科目山設施現場 配上美麗中國的歌詞進行改編 讓非常多在線的中國網友痛罵 果然是把低俗的歌舞伴上檯面了 好不容易已經聽得一年有點膩 你竟然還搬上這種大型央視春晚的場面 實在是非常荒唐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些片段 太暖心了 把這種洗腦的旋律舞蹈完美的跟愛中國這個概念結合在一起 達到了愛黨愛國的潛移默化 不信你們粉紅自己去街頭上問 採訪一下 14億人多少中國人分得清楚黨與國家的區別 不然怎麼會有顛覆國家政權罪呢 我也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成立來 合理讓人民服務共產黨的話 不然為什麼中國人民支援解放軍它是隸屬於黨的 它是隸屬於軍委主席的 不然為什麼湖北的洞羽共產黨慢了好幾天才去所謂的服務人民 還不忘擺拍 都是當地村民啊去幫助他人的 那你要不要讓這些人民去當政府好了 我在推特上看到一個很暖心的影片 是過年回家的時候啊 一個台灣人問家中的親友 小孩會不會跳柯木山 在打算發紅包 結果會跳柯木山的只有200 不會跳的有1000 雖然蠻好笑的有娛樂性 不過我還是稍微不認同這樣的做法 第一小孩會說謊 他可能會跳看到錢他就不跳了 那第二利用金錢的力量讓人家屈服 好像也是不太好的行為 這也跟中共一樣 他們可以用錢去砸去做大外宣 他們可以用錢去砸去做給一些帶任務的海外廣告商 他們可以不計成本啊 反正錢從人框那邊刮來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會在民主國家 利用這種資本廣告的方式 在特定的議題或是特定的事件爆發的時候啊 去降低去黃標一些反共立場的創作者 那我先說啊 我沒有譴責這個拍片的台灣人啊 因為我也知道這是過年嘛 大家好笑娛樂而已嘛對吧 我這樣看也是蠻搞笑的 所以啊我也決定翻拍一個諷刺版本 欸你會不會跳科目山 不會的才有紅包 喔真的喔 所以不會的裡面都有紅包 對啊因為你不會跳科目山所以有紅包 很棒 就代表你沒有被那個抖音文化給洗腦 一點點快樂 嗯拍完了還我 沒有啊 我擺拍而已嘛 對啊 我要學中國擺拍而已 我有通告費嗎 我上三立的通告費都給你了 我擺拍也要錢耶 好啦給你啦給你啦 我知道 對啊 太棒了 好那我們回來 而這次中國的春晚邀請到六位台灣藝人 自然上面寫的是中國台灣對吧 但這次陣容是不如前幾年長大的 像是台灣方面他邀請到了什麼 劉謙啊蘇友鵬啊 黃藝妍 蔡雲勇 胡德夫 楊喬玉等六人 我相信多數台灣人應該不認是多數對吧 頂多認出兩三個 像是黃希燕 蔡雲勇 這些人 完全沒聽過耶 你要說歐陽娜娜 劉樂妍 黃安台灣表妹 那我還知道是誰 對吧 而這次網路上有些中國網友開竅啦 痛媽為什麼名單上的港澳台前面都要加個 中國台灣中國香港 像我們山東的藝人啊 湖北的藝人啊 前面就不會加一個什麼 中國山東啊 中國湖北 連山東跟湖北都不會寫啊 是多沒有自信 想要讓全中國人知道 台灣還有香港是你中國的 而且你要說大家才知道 才寫上去 中國台灣或是中國香港 分明你新造部圈對吧 你如果有所謂的自信 你就應該連台灣香港都不寫了 對吧 就比照那什麼湖北啊上海一樣 你寫了 就不要再把港澳台前面單獨加個中國 硬要這麼寫了就代表 你越強調人家是你的 人家就事實上就越不是你的 當然啦 最後還是要問一下粉紅 你們說香港是特別行政區 澳門是特別行政區 但是台灣它是不是特別行政區 你們到現在也沒有辦法給出理由 如果台灣只是一個省不是特別行政區的話 為什麼跟港澳一樣有高度的自治 跟高度的自由 那為什麼港澳台跟歐美日韓一樣是國際線 你講不出來啊 為什麼台灣行政機關上沒有五星期 你也講不出來啊 那你說是我們叛亂 那共產黨為什麼忍受這個地方叛亂了七十幾年 它默許 那是誰台獨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好下次見 掰